你猜我去到那個卡卡會問 做什麼的 暈水送水呀送水 最私藏的一間食店 就是凌晨你也可以來吃的 嘩 今天見到是你們 我們加料 是馬上炸的沙翁 然後裡面有餡 這樣 馬上炸了 又到了全新一個星期了 現在是星期二的 不是我星期三 現在是星期三的上午 五時二十四分 我們剛剛才差一點 尋找完 因為這個星期我們開始剪 現在你們在看這個系列 我就發現它好像 有點不知怎樣 所以我這個星期 就沒有怎樣拍這個系列 但有一個想法 都幾 都幾想馬上開始 就是那個 身體測試系列 就是可能有角色運動呀 角色食物呀 的方法 究竟在我身上有什麼不同 那可以把那個系列 都可以融入去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 星期三 今天呢 我發現了地上有些豆 原來我們呢 終於有咖啡豆了 早兩天就沒有了豆 但我昨天發現地上 好像柯南一樣 就是有咖啡豆在地上 原來公司已經reveal了豆 嘩 好像很高級 這位朋友 你知道我們的節目是節流的 你知道我們這個系列 你有份賤的嘛 你知道的嘛 好了 這樣呢 對付這件事唯一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喝光 就是你喝九成 就起碼都 喝了自己的肚子 好賤價 什麼老闆 但是呢 這部機呢 每一次呢 它會好像老虎機那樣 你就會有些七七七的 它都有的 它有三個東西的 第一樣呢就是豆 那沒有豆就會 它就會亮第一眼燈 那第二個燈呢 就是水 那第三個燈呢 就是倒咖啡渣 那所以呢 每一次呢 你都會有機會呢 亮這三眼燈 其中只有眼燈 基本上 我覺得我亮燈的機率是 接近100%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換完豆呢 我們今天就中了第二個燈 一轉眼呢 就來到夜晚了 現在是變了又 那些時空很錯亂了 現在應該是星期四了 應該 但是是星期三晚的內容 現在呢 是凌晨的1點05分 那在觀塘呢 就大部分東西呢 都是那些 什麼大家吃啊 那些手攪麵啊 然後有幾間粉麵店 全部呢 都是很普通的 所以呢 我都在籠底呢 挖了呢 我那個最私藏的 一間食店 就是呢 凌晨你都可以來吃的 就是 蛇羹啊 重點 它是呢 開到凌晨呢 四時半 那基本上呢 每一次 都是這個 我都沒試過 不是這個 就是 什麼都有 有蛇羹 有糯米飯 還有蛇湯 哇 今天是你們 我們加料 這個是老水冰盤 看看 還有豬魚 還有豬肚 說實話 我都在這個區呢 工作去若干年份 所以呢 深夜呢 找東西吃的需求很大 你看 難怪什麼冬天暖暖身啊 什麼吃蛇補什麼補什麼 宵夜可以吃到這一堆東西 我也覺得是 頂級的 如一宜在觀塘來算 因為呢 這裡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呢 它的套裝是三樣東西 蛇羹呢 其實是一個 很多料 你當是超級飽的 所以呢 它跟糯米飯呢 其實有點撞了 就是它們兩個 不是配搭得那麼好 而 跟這個糯米飯 最配搭得最好呢 其實呢 是因為呢 它這裡有一碗 另外的湯 但是是很清潔的 裡面沒有什麼 所以你就是聞到那些藥材味 所以這樣的三件呢 是無敵的組合 如果你超肚子的話 就算了 到處 就算了 就算了 剛剛 說了 到處 去了 十一年前,十二年前的 不知道是甚麼報紙 那時是$45,現在是$90 我們忽發其賞 如果在這十一、二年的物價升了一倍 我想在座,這十一年有沒有人工升了一倍 我就沒有了 一年我是在工作 就算加一倍,你也不覺得這裡是貴的 你也覺得是一個平民負擔的餐廳 但我們人工沒有加了一倍 那當時的錢去了哪裡 我們用了甚麼來承擔生活成本呢? 難道以前的錢是鬆動錢 最好笑就是這套 此賴雜誌,上前不是餐費 你看這個價錢不適合 很多小孩怕你不會吃 我想有機會你們沒吃過 這個,薄脆 即是炸了脆脆的 其實我也是喜歡吃這個 記得要上家,還有堂食才可以上家 外賣都一包都寫完 不要說我不陪育下一代 自己拿去拍吧,這些 蛇膽啊,蛇酒啊 生吞啊,十萬VIL不是夢 送的 等等,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今天開會 你猜在哪裏? 你猜在這個世界除了標記 我只是不知道有甚麼人可以約我開會 你猜我去到那個卡卡會問 做甚麼? 運水送水 送水 唉,進到了 有甚麼幫了你啊? 我約了開會 你約了開會 你不可以 好,我們開完會了 今天來到九龍灣 有一個地方 我未來過,但我很支持 電競 我想應該沒有人看過 好,我們進去看看有甚麼吃 現在跟平時的大法會有甚麼分別 有沒有甚麼吃雞餐啊? 這個呢 經典一點 哇,茶餐吃四十多元 豉油黃雞腿呢? 凍特飲有些甚麼?電競特飲? 嘩,沒料到啊 哇,剛才有人開槍進去 這部就是三萬多元 我們看看裡面有甚麼 會不會被人,又不給拍 但剛才有人開槍進去 我沒有騙你,你看看 OK啦 環境不錯啊 人少一點而已 原來沒有電腦 現在已經 嘩,你看看 有充電啊 不錯啊 以前呢 沒搬呢 很小過呢 家裡樓下有呢 基本上放暑假呢 就很常會吃 因為沒甚麼其他東西選 雞腿 天常的豉油雞皮 然後呢 到肉醬意粉了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肉醬意粉呢 是有股自然味 有股墨西哥味 吃下去不覺的 究竟其實是一個迷思啊 還是甚麼 即是有些東西 以前不是那個味 或者其實你過一兩年呢 有些大集團 有些麵包的各樣 你都會覺得 變了味 那些醬變了味 但是那些集團 從來都聲稱過 那個配方是幾十年都沒有變過的 但是你總是覺得 以前吃的 跟現在吃的 是不同味的 究竟這個是一個迷思啊 還是有些東西 是真的偷偷改了 去裝了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這些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究竟是我味覺問題啊 還是 有些味道真的完全改了 嘩 真是 開心了 我們正在嘗試 一門三傑啊 真的 你都猜不到 我本身打算做甚麼 我都答不到你 我都不好意思告訴你 你們大家從 遲些的影片裡面 猜一下究竟這個 本身是甚麼 這個東西呢 就是 AI取代人力的證據 這個叫做 沖茶機 那就不用一個人手 然後呢 拉啊 這樣 我們在這裡放一些廣告 有沒有廣告箱 在我的咖啡機上放廣告 不是 你等硬的 好過在我那裡放 坦白 不是 放在我那裡放 但是 放在這裡 就不要放在這裡 不要放在你現在看的這裡 嘩 好正啊 這個聲音 我覺得如果上班 嘩 立刻一定聽到 嘩 準備好了 小精明已經 已經告訴我們 可以 可以了 我想說 阿伯可能分得到 噢 即是人手拉 還是機器 對 原來這件事 可以用機的 那時候 我早知道不讀 哈哈 原來變成AI 還要找這個人 大 然後鎖 哇 香港這麼進步 怎麼會突然之間的遊樂設施這麼驚險 有回到我小朋友的感覺 嘩 嘩 好厲害啊 這個 哎呀 我去年還玩到 哈哈 喝完茶 現在呢 吃包 其實為什麼這個節目不是紀錄片 為什麼好像拍到電視節目 喝完茶 當然要吃個包 所以我們來到新鴻江 這裡當然要去吃到 一個呢 最近很受歡迎的包 好 炸包新口味 噔噔 等一下我們先釐清責任 這次這裡的推介 是 不是來自我的 即是昨天那些人性大考驗 大快活電競冰室那些就說 哎 你吃得不餓 然後一來新鴻江 哇炸刀 哇 真的沖啊 你生日嗎 歡迎來到我的生日派對 你生日嗎 這麼好送的 哦 是馬上炸的沙蓉 然後呢 裡面有餡 麵包呢 是傳統麵包質感 外國那些呢 豆腐呢 其實比較軟一點 這個呢 是煙韌一點的 J到一地 你知道拍電視的人會漲四倍嗎 哈哈 很久了 20元一個 完全沒有投訴 他們下個星期開始 開始健康之旅 都差不多是時候了 再吃完這盒 我們下個星期的體肢比 應該去到20% 哈哈 你預定一些buffer 做給大家看吧 今集來到這裡 記得like Facebook 和訂閱 還可以加入會員 贊助 噔噔 經營困難 餓不餓死 就靠大家了 還有 我們逢4、4、3、4、5、2、1 新片 還有不正期的LIFE TEAM 喜歡就按LIKE啦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本來這一集 是沒有事情發生過 剪完之後就發現 好像那些出外勤工作 然後去到哪裏 找東西吃 找到哪裏 兩樣東西加起來 又好像幾好 哈哈 就算是大快活 都好像幾有趣 然後我還加上 我們最珍藏的一間 宵夜 宵夜 我吃過無數 這麼多次的店 我覺得內容都幾充實 是頭好像有點散亂 另外工作的進展 其實是有一些大延期的 那部茶機 其實看完很久 都還沒想到 那邊 會不會去攪屎飲 那些奶茶 嘩 想跳進去 哈哈 想跳進去 回家 謝謝 谢谢观看